俗话说,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一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,但如果不懂得其中的偶尿,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,人生在世,有些劳不可破的天机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,早日参破,消灾地祸。 一,是遇生者天机浅,古人云,天下兮兮皆为力来,天下嚷嚷皆为力往,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和欲望,欲望如同一个身人,永远深不见底,更不可能减满,但如果不懂得加以克制,任由欲望滋长,最终会被他所吞噬,人活一辈子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除了基本的衣食所需, 其他的一切都是累赘,知足者方能常乐,放下欲望和执念,人生会通透许多。 二,植木先乏,干紧先结,在一片林子中,树干笔直的树往往会先被砍掉,长得弯弯扭扭的树反而得以存活,在一个村庄中,精水越是甜美的越先干涸,同样,一个人如果过于高调,在人前锋芒变露, 也会给自己招来祸端,一经约,君子藏起余身,但时而动,真正的智者,从不炫耀自己的才能,而是隐忍折服,静候时机,等到急雨出现的时候,才一名惊人。 三,开仙者,献毒枣,扶酒者,飞地高,越早开放的花,往往凋谢的越早,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。 折服越久的鸟,腾飞的时候越高,燕子每天不停飞来飞去,不过在屋檐下扑腾,老鹰平日里折服不动,却能翱翔于万里高空, 有句话说得好,谁笑到最后,谁笑得最好,不要在意意识的得失,人生是巧马拉松,暂时的领先证明不了什么,第一个到达终点的,才是最后的赢家。 四,人有千算,天则一算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副小算帕,计算自己的得失,同时算极他人,但任凭你如何千算万算,最终人算不如天算,天只有一算,得,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,应当是和他的品德所匹配。 二,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,就如同大厦没有根基,爬得越高,越容易坍塌,得不配味。 再高的成就,终究是空中楼阁,小胜靠制,大胜靠德,小聪明可以侥幸一时,但如果想取得大成就,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